大家好,我是Sam 那簡單介紹自己 我就是在電子業當中的詩 然後閱讀籃球 之前有辦過一些關於了解自我個人的特性 那最近MTI也蠻紅的 那之前我是想把這種誤賴自己的一些 寫一個網頁 然後就是可以去自己做測試 那我們是算是主力讀書會的召集跟聯絡人 今天就是介紹海澳化音樂跟阿米的三部曲 阿米三部曲就是 第一本就是阿米 後面有兩個 那其實是一個一連串的故事 其實很好讀 他很短很短很薄 然後其實要真的專精讀 可能一兩個小時內就可以讀得完 因為他字也蠻寬 就是字句是很寬的 而且還蠻輕鬆的 那今天的分享的流程大概是 我可能會主要是以故事性 一開始先知道海澳化 因為想先問一下有沒有 看過海澳化書的朋友可以舉個手嗎 什麼 什麼 你怎麼說 討論我很多 討論我很多耶 不好意思 好 那太好了 我想故事大家就不會覺得無常 就好聽就是接穿 對 請你接穿 對 那太好了 我故事大家應該聽起來就比較不會無聊 那阿米可能帶其中帶了一點點 好 然後再來是我會放在我覺得在看這本書的時候的對我眼界大開的地方 一個是地球他們 以他們的角度外星人或是宇宙的產生熟的地球的發展 這個我覺得我還蠻驚訝的 然後再來是從分界到從六百萬年前到之後的地球之後的十九萬五千年 他講的在海澳化的那本書裡面的數字都非常精確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其實也是想要用很精確的數字跟大家去說明這件事情 然後 這本故事的詛咒會放在人身上 那 他在講神的創造 那很多本書其實宇宙外星人進來 等下都會稍微提到 最後都回歸到神的臉 我講所謂的 他應該沒有講大聖理這個字啊 他講的是神 然後還要講宇宙怎麼產生的 還有物質它會有什麼樣的特性 然後最後呢還是當然為什麼 為什麼 海澳化是一本外星人 他來這邊帶一些地球人去看的一個故事 那為什麼他來做這些事情 那有一些意義在 那我們再來說明一下 好好不好意思 線上因為剛剛音樂還在 要關掉一下 無慮了 謝謝謝謝浩浩提醒 就從故事開始吧 因為我想說 假故事大家可能比較聽得下去 那米歇爾就是上面那位老先生 然後他在海澳化發生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16歲 OK 那他那時候是在 他一開始書的一開始就說明 他其實是做原意的 他說 就叫我如果叫我憑空去編想這些故事 根本是不可能 那我知道有些人會相信 但是這就是我的真實經歷 那所以老實說我覺得要編出真的裡面細節這麼多 然後非常有 也算很有邏輯的事情 我覺得也非常困難 對 所以他一直在講 然後他在去經歷管這個旅程之後 他就一直在做宣導的這個工作 他的一輩子就是在做這個 然後也不斷的被人家質疑 那這也是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值得可看性的地方 那他是在1987年的6月26凌晨12點30分 那時候 那個晚上他是在澳洲 他是在他是法國人 然後他在澳洲居住 然後居住的時候 那天晚上他就突然醒過來 醒過來的時候就 他就很無意識的就開始穿好自己的衣服 然後寫這樣紙條 寫一個紙條給他的老婆 他就說老婆不用擔心 我10天後就會回來 但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寫這個 對 寫完之後他就往那個戶外那邊走去 那走去之後呢 他就被一道光給帶上去 對 那戴上去的時候 對 那戴上去的時候 首先呢 跟他見面的呢 就是這位 濤 那 濤那時候是穿著宇宙服 然後就跟他說 因為 呃 你現在他本來就對於這個很有興趣 然後他也覺得 當然是很害怕 可是他又帶著有點興奮的心情說 為什麼 他是這是夢境嗎 他就一直在 呃 他叫 呃 主人翁叫彼得羅 那彼得羅 那時候就遇到了阿米 阿米是個外星人 外星人就跟 也是用 心內感應跟他說 不用害怕 反正就是 就是人到最後他們 我們就可以開發出一種 能力就是心內感應 這個是一個高等國民的世界的 一個能力啦 嗯 好 那他就被帶上去飛船上面 那一開始呢 呃 他就被放到一個 類似一個 很很強烈的光的一個消毒艙裡面 那時候 他就給他 呃 一個藥 他 就是讓他喝下去之後呢 他那時候的 所謂的星光體就離開他的身體 那時候他就在 他的鋁桌窗裡面到處的觀看 那 那時候他的身體正在被 效果著 好 星光 對 星光體 待會兒我就會講一個 星光體是什麼這樣子 對 那我其實這張 這個 我現在介紹這些東西 是我自己從書裡面 自己把它順序摘錄出來的 那這本書 含可讀性很高就是 他不斷的會把一些故事的東西放進去 那段故事的時候 他會跟他講了哪些話 跟他介紹什麼事 但是我就把它摘成一連串的 順序性的東西 我想說這樣比較好理解 好 那 那個 米歇就是 一開始就被帶到 宇宙船上面 然後他就可以看 然後 這個 那個 濤就跟他解釋 我們現在 要帶你去一趟旅程 那 一開始就經過一個 平訊宇宙 那平訊宇宙他就看到了 有很多像以前的 以前的船或是飛機 那就是 還有一些 一萬五千年的 像原始的東西跑出來 要準備攻擊他們 然後 那個時候 米歇斯就問說 那他們是誰 大家可以猜猜看 你覺得他們是誰 你們想猜一下 猜得到的沒有獎品 可是 所以試試看 你不能破梗 存在海底的那個嗎 海底的嗎 還沒到 還沒到 還沒到這趴這樣子 北京人 北京人 接近了 就是 蘇 蘇美 我美 在那更之前 就一萬五千年前 其實 其實我們一直有聽到說 某個飛機經過了 百貨大三角洲 或是在澎湖 或是在哪個區域 然後那些人突然不見 再過了好幾年 二三十年之後 又出現了 或者說甚至沒出現 再也沒有回來 他說這些人就是 掉到平均宇宙 那平均宇宙 就是會有這樣的入口 不小心他們誤 他們是不小心進去的 那在裡面呢 沒有時間 也不會有病痛 也不會 也不會餓 但是就是時間就停留在那 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老 那 剛才講到原始人 就是衝過來要 就是攻擊他們 然後那時候就是 必須要用個射線 把他們解決掉 然後他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他們 就是 直接把他們殺死了 可是那套就跟他說 其實他們已經在這邊 非常非常久了 他們 唯一能離開的方法呢 要嘛就是 從平均宇宙再逃出去 可是沒有機會 要嘛就是 我現在讓他們去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沒有生命了 對 那 那就是說 這是他的做法 對 好 那 那 在繼續 他上飛船 繼續往前 呃 飛行的時候呢 他們經過了一個星球 叫阿摩勒X3星球 那特別講到這個星球的話 他一開始看到 是 欸 這星球怎麼 看起來很荒蕪 然後沒什麼人 然後 但是有城市的樣子 都已經破破爛爛的 那他就看到說 欸看到真的好像有些像人的生物 從一些小小的洞穴或是建築物面爬出來 可是他看到這些人的臉孔 面孔都是 崎嶇的 眼睛可能歪一邊 或是嘴巴歪一邊 然後 米歇斯特就問說 那為什麼他們長這樣子 大家還有想猜一猜為什麼他們長這樣 這我不要一直問 其實那個 對 那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們已經經過了核戰 然後經過核戰已經過了150年 所以還是在恢復的那個狀態 所以核戰造成很多輻射或是 生物的變異 那就看到了一個 兩公尺 翻八十公分高的蟑螂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大概是比這個桌子 這比這個桌子大一點 你可以想像一下 不要讓大家不要想像 有點噁心 會想到揪揪 揪揪是什麼 那個動漫 我沒有看不好意思 然後呢 他為什麼要帶他來這個星球 當然之後會有一個故事當然 是有原因的 那 他在過程中 他就說 會餓嗎 他就請他吃一些像 軟軟綿綿 Q 也沒有QQ 很鬆軟的東西 粉粉的東西 他一吃下去 就是好好吃喔 然後他說 你現在吃的就是你們以前 摩西那時候給你們的マナ 對 對 大家有聽過聖堅故事嗎 嗯 就是他們要過紅海之後去 以色列那邊 對 對 他說這就是當初給你們吃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星球上 也 已經 調算調味過好的食物 很好吃這樣子 好 那下面介紹一下 比特 比阿斯特拉是他們的艦長 就是那個船的艦長 拉涛利是副艦長 那 涛呢 他的身高就是大概快三公尺 兩公尺八十 可以想下來加 那旁邊那個就是一些 就是比例上大概是這樣子 他 他這個這些圖都是他 在回來之後請人家幫他划出來的 我說他的想像真的 如果真的想的是太厲害了吧 好 那他來到了這個 他就說我們要帶你去他們的星球 他們星球是海奧華 就叫海奧華 那星球是金色的 所以他叫金色海奧華 他一去的時候沒多久呢 他就 他就帶他做了那個類似 那個 飛艇的東西在上面那個 就是讓他帶他去這個星球上移動 他說這個星球的重力跟你們那邊不一樣 要輕 他大概是只有 五分之四 他就說所以你走路的時候要很小心 然後他們那邊的人呢 就是 海奧華華上面人民就是很開心 就是你會看到他每個人都在發光 是真的發光的那一種 對 然後他就帶他們去看七賢者 好 七賢者住在一個叫九都扣城的地方 都扣呢就是他們的居住環境 就是一個像元旦球 但是是從外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裡面在 是透明的 然後那個套友跟他說這個是立場 他們那邊會有一個立場 讓他這個東西有一個元旦的渡口 對 OK 那 他看到七賢者之後呢 七賢者 七賢者就是有七位 那他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 七賢者就從 從原路當中慢慢的出現這樣 所以他們的七賢者的身體呢 能力是可以已經變成沒有物質化的 對 那其中一位七賢者就幫他呢 說 他會跟你講你今天來的目的就是 你這個任務就是要寫一本書給 現在你在地球上的人們看這樣子 那七賢者的中間那位叫拉韜 拉韜 他很多濤狼 拉韜 拉韜呢就在他的額頭面前 用雙手按住他的頭 讓他 他就說開啟了他的後面那個 那個東西 腦子裡面那個一個名稱 不好忘記 松果體 對松果體 就是讓他開啟他的能力 之後他就可以看到了氣場 就是人所謂人身上發出來的東西 發出來的這樣子 OK 那中間有一段故事說 他要讓他知道說這個 他要帶他經歷一些事情 那不只是這個海奧華星球上的事情 他就給他吃了靈藥還有所謂的 他吃完靈藥之後呢 他的所謂星光體就可以 可以 星光體就是他身上 我們講的 就簡單說靈魂 可以離開身體的 那他就說 這個 海奧華每一個星球上面呢 都會有 一個 比七倍速快速 七倍光速的 一個光圈在環繞的每個星球 那這個七倍光速的東西 那這個七倍光速的東西是幹嘛的呢 給大家猜一下好了 那這我再講一下 一倍光速的光圈 一個光圈在圍繞在一個星球外面 在 在 Kiki有看老包嗎 老包 嗯 老包有特別講到這些 不只在那一集喔 我再來別解喔 有沒有記住 七倍光速的一個圈 在每個星球上面 大家可以猜一下 這個光圈是要幹嘛 保護層 保護層 不算 不是通道啊 避免 避免星球互相看到彼此 他們都可以進去了 也不算喔 對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 阿卡西紀錄 有聽過嗎 那就是 他說 每一個星球上面 都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他會把 這個星球上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的經歷過程時間 都記錄在這個 這個 這個零球裡面 這個就是一個星球裡面 所以 常常就是有人說 欸 就是 冰死經驗嘛 就是突然被吸到一個光裡面去 那 就是 他就是在有部分的星光體 進去的那個 那個 那個光圈裡面 也有人說 嗯 嗯 沒關係 先 調過好了 好 那 所以我這個職業點 他知道他是阿卡西紀錄 那他 他就說 你我們之後可以藉由這個 我會帶你去一趟旅行 那這個旅行就是藉由每個星球上面 他的這個零球 那其實阿米 阿米這個另外一本書 同樣也講到一樣的事情 他說 在星球上會有一些光絲 一些絲線 你可以藉由這個絲線去回到你的 以前的世界 以前去看的一些東西 都講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阿卡西紀錄也是一樣的 好 然後 下面他會帶到一個小故事就是 當他去拜見七千者的時候 第二次的時候 有一位從一樣的一級星球來的 叫阿爾奇 來拜訪他們 那阿爾奇也是跟地球 可以大家猜一下地球幾集 欸不要 欸不要 人又那些 哈哈 好 好 你看得那麼仔細 哈哈 好啦 也是一級星球啦 所以我們在 總共有九級星球 那我們是在一級裡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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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9 對沒有0 對 對 就是最低階 那所以他是說 那級數有什麼差別嗎 有我等一下會講 對 那 有人說一級星球 他說有人覺得 一級星球是叫普難星球 那其實他說這樣講也沒有錯 他說 其實 就是我剛才一直聯想到 經常講的說 我們在這個星球上面 首先要學的就像嬰兒一樣 去學的社會化 社會 跟人類的相處 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我們能超脫 就是彼此競爭 然後暴力衝突 然後 反正就是一些 這些不好的事情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 有辦法慢慢的 不要再一級星球 所以一級星球是 但是他說 不能避免的人 一定要經過 靈魂一定要經過一級星球的過程 因為 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所以之前經過磨難的對人 才可以到下一級 對 那你也可以不要視為他是磨難 對 可以 隨時體驗 可以跳起 可以跳起 對可以跳起 對可以跳起 好問題 對 對 會 會 直接幫我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跟我們某些特定的解釋有很像 哪些 就是 維度的解釋很像 對 對 對 好 好 那我剛才提到了 那個靈球 就是每個星球上面的那個圍繞的東西呢 那個 他就帶著 米歇爾就去看他的顯示 他說 我直接講 他為什麼要看他 為什麼要選擇他呢 因為他 他已經經歷了 九九八十一次 八十一世 對 那八十一世是一個 算輪迴的大洲級 對 他已經經過了一定程度 另外是 他自己本身很開明 導演 對這個很好奇 所以他是特別被選來的人 一扇 你應該才好 這是什麼 這個戰鬥機嗎 這斤的 一扇一扇 這扇一扇 他听得到吗 那他就被带到他的前世 我稍微讲一个事就好了 他有很多事他看了 书里面有讲了很多事 那第一个事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矿工 他每天就做事 每天做挂完饭之后 就回到家 就去喝酒 然后那一矿那一事呢 就是他喝完酒之后 他觉得很烦 然后回到家之后 他看到他的老婆 正在煮东西 很不耐烦的叫他说 因为他去赌博 把钱都赌光了 说你怎么又去跑去赌博 然后现场呢 就是在原本吃饭 有小朋友坐在旁边 然后他开始跟他老婆吵 争吵起来 然后就很不爽 就是很累的 你还这样念我 对然后就 就直接狠狠地揍他老婆 这样子 就一揍下去之后 他老婆就撞到了 很煎恶 立刻就挂掉 就死掉了 就死在旁边 然后他就 赶快冲出去 抱住他老婆 说心心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这样死掉 那时候才久 才慢慢醒过来 对 那是他看到的 那一师的 那个画面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 想说 我可以看到前世 或是什么 其实 这些都已经在我的 那个记忆当中了 性光级的记忆当中 好 那 他还有一事是当某个 某一级星球的公主 所以 所以不一定是男是女 可能有人会好奇 对 那公主他过了非常好的生活 反正那一段呢 就是 他也遇到了很多故事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 也会变成不是人的时候 对 对 那我就直接讲到 后面他讲说 佛陀 其实 他说佛陀 他是自己证悟的 他在利用自己证悟的时候 去看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 他看到了 或是带领出来的 是有他的依据的 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对 所以 他 他有提到佛陀 这件事情 好 这故事讲得有点绝 这本书吧 他是说 每次一次罗陀之前 其实你会知道自己这个 这一世会拿到拒本是什么 是啊 就是要补充你还没有 体验到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其实 就有点像是说 你这一世遇到的事情 就是 你在 罗陀同胎前 你自己都知道会遇到 面临着功课 就是要补充你 对 对 对 后面也会再来提一下 好 那 待会地球的历史这边 我会用比较 完整的一段故事讲一下 那他就说 他有提到亚太比斯 还有圣经中 哪些是被人家 对 图传 就是被那时候的罗马教皇 给传改的东西 好 他有特别在书里面讲很多点 第几章 上第几节 然后40 跟外星人真的 他们都知道这样子 再来是 他后来呢 就去被带去看 基督的身体 对 然后有讲一下基督的故事 待会我也稍微提到 然后 回来之后 九天后回来之后 大概1990年写到这本书 然后 1993年 他又再加了一个后继 所以现在成为现在这本书 这样子已经蛮旧的了 对 有没有什么好奇的点 没有 那我就继续 大家对地球发展有兴趣吗 还好 可以讲 可以快去这么讲一下 好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反正我快速讲一下 好 地球 他那时候 他不会讲地球诞生的时候 那 他这边讲到说 在 这边是打错 600万年前 其实600万年前 地球有两个非常小的月球 然后那时候 过来就 大概几万年之后 他就相撞 在地球上 那时候还没有人类 所以没有关系 他这样讲 那在 135万年前 有一个星球叫 巴卡拉提尼星球 巴卡拉提尼星球 那时候 那时候 那个星球上 也发生了核战争 那核战争 那时候 星球上面 住的黄种人 跟黑种人 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的 黄种人 就是我们 跟黑种人 对 黑黑人 对 那 因为发生核战争 然后过了 那个星球过了 15万年之后呢 他们发现了 下一个 他们发现了就是 这个星球快不行了 因为每个星球 都有热极的时候 热极就是 它里面的内核 不再 转动 或是都没有核爆的时候 那星球会慢慢冷却 那他们技术 已经非常高 所以已经知道 这个星球 没办法再继续居住了 对 那他们就开始去寻找 那一开始寻找了 火星跟地球 对 那他们就觉得 决定到了地球上面 那大概120万年前 那那时候呢 就有 他们居住之后 就 过了3000年之后 又有小星星撞了地球 地球变成 原本是一块大陆 后来就变成三个大陆 这样 三个大陆 2000张形成三个大陆 那我想 大家有没有听过 听老高可能就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大陆叫什么名字吧 韩古吗 对 嗯 练木 就练木尼亚 这个我倒没听过 对 有人称为交目大陆 就是他说有很多学者研究 其实以前 那个地球是一个大陆 那 那这个也在科学家里面的 板块移动里面去做验证 就做很多动画 大家有机会可以评判一下 那 OK 当我好奇之后 然后再来是说 到了 50 他经过了50万 到50万年前 他说 月球是地球捕获的 那 我那时候就想 突然联想到一个 老高那时候讲的另外一个日本人冰死经验的那个经验 大家还觉得月球怎么来的 有些人说是撞出来的吗 那是外星人 外星人基地吗 就是监控地球的 哦 他们没有做那么大 但是他们确实外星人有在上面做基地没有错 他有特别讲到这个 对 没有错 没有人讲 月球怎么来了 月球怎么来了 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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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地球是41年前的 41 41年前的东西嘛 然后就甩出一个东西来嘛 嗯 那有人说这个不可能 就是很多科学在研究这个 嗯 那现在有一种方法是甩 就是捕获 捕获那时候就是说有一个 刚好有一个彗星 就是可以进入地球 然后被 彗星上面有很多水 然后被 地球的引力给吸过来 结果就被 水就成为现在 地球上很多大量的成分 我们现在那么多水 其实很多部分都用一个星球上面 卫星上面来的 这样子 好 我要讲的是说 刚刚讲老爸他介绍那个日本的科学家 他是一个专门非常 他还发现了一个星系 然后还 然后还用他的名字去命名 那他就说他曾经有一个病史经验 病史经验他一样 到了 这样 呃 那个什么圈 我们 就是 他看到了他那时候 他发现他病史经验的时候 额外差一个啊 病史经验他发现 他只要想他要去哪个时代 哪个时间点 他就可以到那个地方 因为 对 因为他说说 因为一般人不会想这些事情 一般人说我怎么了 就是灵魂有飘出来之类的 可是因为他是科学家 他说 我想要研究试试看 人家说的这样是真的 他就开始想那个点 他想说 我想要看月球出现的时候 然后 他就瞬间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 就类似阿卡西基罗 然后就 就看到了 月球被吸进来的那个状态 对 我说 这完全跟无关 是另外一本书写的 然后串起来了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自己觉得蛮神奇 好 那到二十万年前呢 有一个 阿勒 阿勒莫星球X3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二十万年前 那就是 那时候 刚刚讲的那个故事 不是有跟阿勒莫X3星球吗 然后 他们那时候的人呢 就 来到了地球 那时候也是因为 他们想要知道地球 那个他们星球快不行了 然后就 就到了地球 那时候 他们的飞船跟 他们的飞船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 地球上面还是有一些居住民 就是从一百三十万那些 那时候留下的人 他们那时候就是一般的中国人 他们就说 这个是天降火龙 就是有所谓龙的传说 就是从这边来 他说你们的龙的传说就是 看到了 外星人跟他们的飞船 就以为他是神 是龙 那样子 那另外是 因为阿勒莫星球的人 那时候也是很高的技术 他们使用的就是所谓的 他们会抵抗冷磁力 就是他们 大家在研究那个 埃及基金塔 那么重 两吨重的石头 要怎么办 他说其实对于那时候 那个星球的技术的人 是不难 就是冷磁力 让他去中和一下 他就可以漂不在半空中 所以很多人会研究 埃及基金塔 是从那个 河河里面运的 其实也不是 这边讲的不是 大家说他们的 他们还有所谓的 超音波切割技术 就可以控制在 误差 0.5mm以内 他们讲的非常细 就是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数 然后 他们那时候会建一个叫做 薩凡那薩金字塔 那大家想 猜猜看 这个金字塔 来做什么 发电 发电 有一点点接近 那讯号 对 没错 就是讯号 那 他说其实在高等五名 或是有发展 已经有发展 新智力量的人们 他们是可以 藉由自己的灵魂 星光体去接收宇宙的能量 跟可以去对很远很远的星球 去做沟通的 所以他们要藉由这个 金字塔去做这些事情 好 那 其实霍仁 现在很多科学家 研究金字塔干嘛 就是金字塔特别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就是中间只有一个小枪室 他要做一个很小的 就是走廊的 然后到那个小枪室 小枪室旁边也没有 他们说建议塔里面 没有发现任何的埃及的 就是他们的木 因为他不是拿来盖木的 木是零木 他们大家都在猜是什么 然后 其实金字塔上面都会有缺一块 类似金属的东西 但那个就是 金字塔就会有这样的特殊用力 就是来做 发射所谓的 宇宙的能量的这件事情 OK 那时候呢 海奥华的星球 他们居民蛮常来拜访 这个地球的 所以 他们那时候觉得 海奥华上面的人就是 觉得他们就是神 他们就特别为他们做雕像 他说 他就说他的曾经有一次 大家看海奥华那个脸啊 就很像 就是 复活岛上面的 那个人的头像 所以以前他们就是 他们就长类似这样子 他们就把他们磕成 复活岛那个样子 他说为什么复活岛的人的 那个 那个 石像 摩埃 对 为什么要都要对着 里面呢 为什么 为什么摩埃都是对着里面 正 蛤 正 不是 不是一个正 对 什么 今天好像今天来拆拆乐的感觉 我都拆了 摩埃 他们都 他那个复活岛上面的摩埃 都是对着 陆地的 一般人说 我要建一个雕像嘛 崇拜嘛 就是都会放 对着海外 像门绳 像门绳这样子 你要对着外面给大家看啊 为什么他们都要面对面 而且在 对着里面 会不会那里原本没有陆地 有 原本有陆地 对 对 然后才 哦哦哦哦 OK 为什么会障藏内 没想 没想过 你帮我破格 你帮我破格 好 直接破格 那时候 布活岛其实在母大陆的 大家想象一下 在它的西南方 嗯 我们的东北方 其实日本 可以想到母大陆就是那块 地 所以黄种人 那时候在母大陆成縣的时候 他们 就往西北方走 就是现在的日本民族 所以有人 所以有人 那时候回归到 老公在讲 有一个什么 什么文明 很久以前的文明 嗯 很什么 我很忘了 那 那 是一个柴石厂 在西南方 嗯 中南方 那边 是一个柴石厂 他们把他们的石头呢 都运到了母大陆的边去 那沿路上 会有一条很理直的道路 就像这样 对 这样理直的道路 所以他们都要面 就是面对的 他们是在道路的两趟 这样子 是一个装饰 雕刻装饰 这样子 所以才会面对里面 这样 好 讲太细了 讲太细了 有些细节 好 那 那 他说地球的文明最后是在 一万四千五百年前 最后 高等文明 其实我们现在这边都不算 还称不算是文明 那时候才叫 文明 我们还是在野蛮的阶段 对 就要有那个竞争 好奇 就是一道九集的星球 我有点有忘记 他的解读是修行人类的 就是 心智的发展程度来做区 但是还是 因为有另外一个学修是用 科技的发展程度 有点像说一级到二级 是要发展 就是 研发出和融合 发电 就可以进步到二级 二级到三级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科学的里程分 所以我确定这个 一到九集的区分是 心智 心智 从高程度来区分 是科技 对 特别有讲到 对 其实是你的心智 你的 你的灵性 灵性跟你的科技 要同步 两个同步到那个等级 才有办法到二级三成 确定 对 对 因为他有特别提到 阿米特别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他说 假设你很聪明好了 你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但是你的爱心很低落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是战争 就是你争我躲 我比你强 我要把你吃掉 或是把你包起来 我就会像我们现在的现况 然后 就是你 你那个等级都不能到 没有办法平衡 那另外一种呢 假设你很有爱心 可是你科技很弱 会变什么 这个部落还是很原始 但你也没办法理解到 那个所谓的 对 你的眼界就停留在那里 对 所以这个阿米一直在讲说 你一定要去做 灵性的发展 还有所谓的智慧跟智力的发展 对 所以我们要打开眼界 把这两项都提升上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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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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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他这边特别讲到 皮肤金字塔 对 很真的 好 皮肤金字塔其实是那时候的母大陆有一批人 亚特曼提斯人 亚特曼提斯呢 亚特曼提斯呢 他也特别讲了 位置在哪里 那时候亚特曼提斯是在北半球 我讲的有点细 反正要跳过好了 太细了 那 反正就是亚特曼提斯人到埃及那边去定居 然后 建了一个三分之一大的 萨凡那 萨凡那 萨金字塔的 扣臂版 好 那在 14500年 那时候发生了 地壳的大片洞 那这一段呢 其实我去对照找 但是没有找到类似 但是我 有一个是所有 因为考古学家都在看 就是说 那其实在12000多年前 其实有发生过一个大洪水的事件 都有 每个地区都有 这样子 那我想可能有相关类似的 嗯 好 那 OK 那这边讲一讲 他那时候在说 所谓的圣经上面的 撰写的部分 在12000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星球叫西伯拉 西伯拉星球 那时候他们的 飞艇就是 兴建那时候不小心 引擎故障了 还是什么故障了 就降落在地球 那时候今天 在西伯利亚的 西北方某个区域 他讲了 还有讲地名 那 那时候呢 原本有七个男生 跟五个女生 但是最后只剩下 一个男生 跟两个女生活下来 他们的名字叫 罗巴南 跟 维亚还有蒂娜 维亚 对 维亚 好 你在这边 OK 太好了 那现场就在这边 好那 就是 他们两 他们三位就是开始 慢慢的移动 因为那时候北方 开始变冷 他们就往色列那边走 那大家知道 他们是 他说 人家讲说 那个 圣经一开始的双世禁 那其实那边就是全面都杜撰的 但是这个是真实的 那他们其实在更高等级的星球存活的 但是 因为不小心停留在地球 那 之后呢 他说宇宙的法则有一个就是 你是 你是什么样等级的人 你是什么样等级的人 你只能适合在什么样等级的星球上 那他们是更高等级的 所以他们被迫在这边 他们就要被这附近的旁边的野蛮人 或是什么人给攻击 那也是说明说 为什么 他说把他们讲成是上帝的选民 也没有错 犹太人 他们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因为他们本来就 不是这个星球上的等级的人 所以他们会遭遇到星球上的苦难 会特别多 那 也因此 海阿华的人特别要帮助这批人 所以故事才会从 以色列人这边开始出来 那时候 大家知道 摩西 摩西他有讲的 不是我就不带了 那 摩西呢 其实是那时候 他说有一个八级星球人 他的灵魂准备要转世到九级星球 他们就问他说 你愿不愿意去体验这一块 他就说 他就答应了 他就去转世到变成那时候的摩西 他就带摩 摩西那时候就带领了这些以色人 一些人出这个红海 他说红海 其实不是红海 其实是芦苇海 那为什么他们那些海水呢 会分开 是他说他们太空船的立场 把它分开的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科学研究是说 当初摩西那批人 他们并不是从红海出 他们是这样 他们是从芦苇海经过的 那这个是其他的科学研究的方式 不同人态的分析 对 那科学家讲的 都入味海 真实 好 那回到就是说 耶稣这边的话 他说过了之后呢 其实没有所谓的弥赛亚 那就是人家讲弥赛亚就是救世主 他说耶稣呢 他是当初他们决定要给这个地球上的人 跟这个民族帮助 那耶稣其实本来真的有这个人 但你去看圣经的时候 在耶稣可能过了十几岁 十岁过后你就中间有这样空空的起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注意到 到三四岁的时候 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对 15到30 对15到30 对 那他就说 其实耶稣那时候就被 有点算是被带领的 去到了中国印度 最后在日本落脚 日本的青森县 这样子去停留 然后所以现在去日本看 确实是有耶稣 那时候耶稣还带着他的弟弟一起离开 他讲的弟弟有个名字 没关系 这都还记得 你还记得 为什么你还记得 好像有人提过 嗯 好 对 很细很细很细 这是你做的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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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关系 都可以自由的 依照你的意念去再生 这样子 好 那他的名 他的在海奥华上面 叫做阿里奥克 对 OK 那 那他就说 他们 因为一般的耶稣 耶稣一般的人 你没办法赐予他这么多神力 嗯 大家觉得是神力 其实是海奥华上面的居民 本来的就有的能力 他可以起死回生 可以去复活 或是去做各种医疗 治疗的事情 这些就是他们本来就有的能力 所以 呃这位奥里 阿里奥克 就会 就 就到了地球上当做耶稣 他把他形状样式 因为他说 他不能穿帮嘛 他们 在你们故事里面就是 他随时都可以 变任何形状 好 他们可以去想 依照自己想要的去承行 但是那个形状都 没办法承行太久了 因为他们 会有他们自己的限制 所以他必须要改造自己的身体 好 回到那边就变成耶稣的样子 还不会被 被发现了 这样子 好 那 呃 这边的话讲了很多 耶稣的一些小故事 我就不提了 好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他特别有提到说 那他特别有提到说 其实现在 在十五十九万五千年之后 月球会 有准备跟地球相撞 那他说 也希望在那个之前 你们可以开始发展你们的 尽量发展你们的 呃 灵性跟智慧 提升 让你们 赶快去寻找另外一颗星球 因为 他们已经看过太多几百万颗 他们会有监管的星球啦 他们的九级不明 他们会看了上百万颗的星球 阿米里面也是这样讲 对哦 阿米里面说 其实宇宙里面会形成一个叫 爱心 爱心保保卫队 对 他们就是去 整个星系去看 看哪些星球需要被帮助的 对 他们会帮助什么 提供什么 他们不能给直接的帮助 因为直接帮助就叫 就会破坏宇宙的规则 对 他们可以做什么 他们可以 绑架还可以 对 他一定会被绑架啊 对啊 都不能直接 对间接引导 对 有点像指导林那种感觉 嗯 他知道你等一下 有点稍微提到 你这不能很好的问题 对 讲了有点久 我会加快速度 好 那 到这边大家有没有想问的 我觉得都我一个人在讲 因为都写得好好 说 一直想要开发我们 对 他是不是这次 接触到阿卡系记录 哦 他可能有相关的 对啊 对啊 他应该大家也说 因为探数看得比较 灵性比较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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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密里面特别讲到 他们在 他们有一个科技是可以 叫灵性探测枪 他可以去对准一个人 就可以看到你的灵性指数 是多少 对 阿密有一样 一样 对 他讲一样 就是 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但是 他说你的灵性到哪里 他说 那个彼得罗 被带上去的小孩说 你敢跟我讲我灵性吗 我不能跟你讲 因为讲了你就 干嘛很高 你就很知道 很低的话 你很难过 对 所以 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嗯 那 那那个 米歇尔被带上来要划 奥也一直跟他说 我们会告诉你想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 你不能知道 对 这是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 嗯 对 他就不会跟他说 好 那灵性探测枪 他说反正 一般人地球维度 的人大概在 就是落在某个区别的 对 就是300到500 好点600 嗯 然后说 你说 但是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 嗯 他可以 他可以接收到 他的身体 对假的 他没有连到阿卡西记录 而且就是我相信 这件事情 其实不一定有相关性 就是第一个是 一定要很有爱心 才能接触到阿卡西记录 嗯 第二个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 一个瓦斯推动 没有这种阿卡西记录 就是我们根据客观现象 就有一个推论 然后第三个就是 就看起来就是 科技跟新知 不一定会一起 吃同壁 是 可能有些人是 其中一个的长修院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家设 都没有客观的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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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快点 对 对 只是说 阿卡西 有一个问题是说 他竟然是记录 那就不代表正确 对 你有想吗 他就跟我们的那个什么 网路搜寻以前一样 你收到什么东西 资料很多 没错 但是是真实正确 你要的面向吗 不知道 可能是片段 应该就是神的创造 这本来就是他的想法在里面 对 好 我现在提到神 他特别提到神有四种力 好 那神第一种力是原子力 就是把宇宙创造出来 他说你们讲的大爆炸也合力 就是神就从宇宙中心 神把自己化成宇宙的本身 然后 他说 宇宙本身就是 有个规则 就是九个恒星 会绕着一个大恒星中 那 每个 每个行星 或是 恒星就会 以这个规律 继续持续下去 然后不断的接近了宇宙中心 宇宙中心就是神当初 创造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是软 软宇宙力就是生命力 然后还有软天体力就是这个 一般人所谓拥有的所谓的情感 或是可以外在的震动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震动的 那是因为震动产生的 不论是颜色 物质 物体 或是我们讲的气场 也都是震动而来 对 其实你刚才讲的很对 就是宇宙只有4%的实体 而物质 那 只是 假设 看到这个杯子 其实它大部分都是空的 可以想象就是 原子跟原子之间 它已经离得很像 宇宙之间 远的东西 但是我们肉眼看到它是实体 因为魔术 可以碰得到 是老师说有跟物吗 类似 对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 都在宇宙中是非常远的 你可以想象它实体的东西 是很远的两个边 物理学说就是 原子跟原子之间 不会碰到 所以我并没有 并没有打人 别人打呼了 有没有 就是见解力 这有科学家 已经有在讲这块东西 好 那第四个是想象力 就是神 在阿米里面特别强调 神很喜欢玩游戏 所以他是用他的想象力去创造这个宇宙 他要冲到我们 对 那所以他觉得 神 就是人为什么喜欢玩游戏 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们都有神的一部分 对 谢谢 他有特别讲到说 人呢 人是有所谓的九个体在 在身体里 但是故事里面他说 这个蛮 就是太专业 不是太深入 他可能也不好解释 他只有讲到四个体 所以生理体就是一般我们的身体 心理体就是我们的情绪 跟内在感受 星光体就是神的一小部分 就是讲的一般的灵魂 然后再来是异流体 异流体就是 印度那边讲的脉轮 他说就是你们地雷上讲的脉轮 脉轮的流动 这样子 然后还有其他五个体他就没有呆了 没有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为什么 可是他都都串得起来 这样子 他讲的就很正确啊 因为跟别人解释 真的就是讲这种东西 对 这现在有本书写的 那么清楚 这样子 好 那 想问大家问题 你相信有灵魂吗 灵魂是什么呢 都称为灵魂是电池 然后你装上电池 你这个人就会动了 OK 还有吗 也没有人想讲一下 可以先问一下 说 就是第四个 可是灵魂这套有研究人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他有香菱吧 不是 那两种形成人 对 应该是说你把一个人 比喻成七道光 那每一道光都有特别的意识跟 特别的那个运转的 就是对应的 有点像我们身体五行那种感觉 只是他刻意分为七种 对 那我们中医就是五种五行嘛 然后脉轮 对 那五行比较偏向的是肉身面 但脉轮比较偏向的是能量面 对 那就是星光 星光的差别是在于说 因为 你有该怎么讲 就像是你在喝一杯水好了 然后那个脉轮就像是你那个什么 冰水旁边的水珠有没有 然后星光体 对对对 星光体是里面本体的水 对对对对 你现在外面可以看到 对对对对对 像那个工资所里面讲 他拉承那个都是 星光体那几个 就是 外面的外面是这样的一些代称 什么意思 等一下再说一次 就是那个 就是有星光、沉和哈拉承 星光沉 那就是它 就是它 因为我看有一种解说 来就是说能有很多 很多体 那就是你们在做浏览 就是会针对不同的 能量体育做轻离的类似的 就类似在做这样的工作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对因為我們会先 优先从简单的分开 比如说纯粹身体引起的东西 跟非身体引起 我们先简单分成两大类 然后把那个 因为它一定是很细很细 你就想说装身体就多少脏气 然后几兆 三十几兆个细胞 这些都是要一个一个排除 所以我们一定会是先 从最初略的分辨 然后之后再去细分 然后一直研究一起分下去 所以它可能不一定是星光体 它可能还有其他的 无法定义的东西 对 还有谢谢 谢谢 七条麦能不能去说明 就是七条麦能 就是代表不同 有有 两种四龙 两种台地轮 生死龙 我觉得有时候网路上的资讯看法就好 所以你有一个不是正确的解读 我也没那么懂 不能说正确解读 但是它就是一个概念 然后你写越细越不精准 因为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地球是星球 但你不能说地球是陆地 地球是就一定会有场景录 不一定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要 就是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东西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说 跟水相关的物体之类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很多种 很多种比如说饮料啊 汤啊 就很多种对不对 那麦伦它就是一个概括性的用词 它不是代表你就一定是这样 不是 对所以我这一边的流派是比较偏向是用比例去运算东西 对所以不会是说你的脉轮一定要怎样子就是什么意思 怎样子就是什么意思 不一定 定义不要好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这边流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是教育 不太算是 因为我们是比较算星型的 所以很多研究跟历史的东西 我们会比较 比较不会去一定要追寻以前的东西 对 所以这算是比较偏偏偏去派的那种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走 走比较医学性的身心灵 然后我伙伴是走那个疗愈师 然后我师傅是走那个能量学物理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 呃就是各种不同学习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把大家会的东西 然后整理起来串成一套系统 对所以等于说我们这边很多东西都是打掉重练的 对 嗯 不不掌握一下时间 等一下 对啊 对啊 对后他可以掌握 让我要 对啊 所以白亚华这本书 他对神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说神创造很多个人就这样这样子一派 还有第二是神对很明显神跟宗教 对不是 对啊 所以对神的定义是 他不是一个尸体的 那不是 他是一个概念 那不是概念 他是存在的东西 东西但又不是东西 所以这本书来讲 你可以想象他是所有的集合 对 对那 他是一个不是你想象中的人的样子 因为在阿弥也特别讲到这个 彼得罗这边问他生长什么样子 他是一个精神 他是一个精神 那我稍微提一下 刚刚讲的科学实验有些大上的台也查到用光可以制造物质 这件事情已经被科学家去做出来了 激光去做出物质来 这是可以成型的 对那 所以 变成产生物质这件事 不难 就是应该不是不难 就是可以 这是可行的 对 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说神是一个人的样子 那 那 我就想 因为这个是我如果万有之后再想金刚变态 因为 我在 我在那个 《凤记》里面是有见过真正的四角 它完全不是画的那个样子 我见过是一颗光球 嗯 但是他虽然那个时候他 他根本我没有 他跟我没有讲 他没有 可是我摆成人就知道 他就是释迦牟尼龙 嗯 所以外面上 所以这个是只有 除非你亲自有遇到 嗯 但是因为我真正的亲自遇到 啊 原来释迦牟尼龙 就只是一颗光球 嗯 这是人的 对 不知道也许有机会大家有缘 可以再一人了 好好好 这是我个人经验 对 很棒 那 对 对 那其实 释迦牟尼龙是一个光球 嗯 没有就是释迦牟尼龙是 他在这一时 在人间的样子而已 对 对 那他其实还是回归到 新生体的东西 嗯 那你不要想说 精神体是虚无的哦 嗯 等一下会稍微提到 好 那星光体是什么呢 其实 他讲得很清楚 其实每个人呢 那有听过高我吗 嗯 有些人可能有听过吗 那 其实每个人都是九分之一的高我 他说 你的另外一个九分之一的高我 在某处 在某个人身上 所以 你在这九分之一的高我里面 你要去成就去练习 你的灵性跟你的就是爱跟智慧 我不能只有其中一个 那 当你完成这一看的时候 你的星光体在 呃 你死亡的时候 会百分之十九 讲得很精确 百分之十九 会回归到 呃 会回归到大自然 这个世界上面 宇宙中 百分之八十一 会回到高我身上 嗯 那大家在 平常在讨论什么灵魂啊 或是鬼啊 见鬼这种东西 其实 他说星光体是由四十万亿亿的电子所组成 所以 那说 这跟我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真的吗 真的 有没有这样的 有一次在算的时候 为什么这四十万亿 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数字 然后 你今天解开了我的疑惑 对 你可以看那书就可以解开了很多疑惑 那 那回归到就是 这个电子 其实我会说星光 就是我们讲的神 我们是神的一部分 但是只是一个极小的一部分 那四十万亿亿的电子就是星光体 好 那 所以常看到了 他说星光体其实是有记忆的 所以 那些星光体在世界上 还没有被其他的 所谓的生物或物质所用 的时候 他还是在这个我们周边 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 那他 他会有 以他在生前的时候 那个记忆的样子 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有人说会见鬼 不是看到这种灵魂的 东西 其实是他还没有回味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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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态里面 那 其实代表包里面特别有一集的 特别讲到说 呃 他们 他们说 有些人可以看到一些鬼 那他说 那些鬼 他们常 就是那些灵魂 星光体 就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慢慢的消失 那就是回归到 那会不会真的是变成 他其实也会变成数目 或是我们的万物 等等的 对 好 那九分之一 刚才讲的一集一集的 这种东西呢 当九分之一 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成绩之后 你会再上第二集 第二集他有特别提到 是可能到五百到一万五千年不登 就看你只要 越努力的学习 或是 把爱心跟智慧共同成长的话 这个 这个速度轮回会加快 那当九分之一再九分之一 最后 呃 可能 到九级星球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九个九分之 就是你已经 有九次 合在一起了 那时候你就可以有机会 变成像刚才讲的 好啦 那种 就是你一定不是物质存在 你可以去做转换 那你可以 他讲的是说 回到神的以太海洋 就是那个 那个形态的样子去回归 OK 所以 他有特别提到 我们每一次的转世 或是 经过这个所谓的轮回 那就会经过所谓的 遗忘之和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要经过遗忘之和 就是 那其实有 真的遗忘 因为你出生之后 你的肉体是新的 对 因为我们大脑 是新的情况之下 本来就不会装东西了 是 但是可能有些 有些人说 六岁之前 小朋友特别容易有 显示记忆吧 那就是 他有部分还留在那里 就是 之后慢慢会把它拿掉 移除掉 有点像是说 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依赖用大脑想事情 是用依赖其他的感官 像刚出生的婴儿啊 他们的视觉不在这里 是在鼻子里面 对 医学可以查得到 就是相关资料 所以 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感官的器官 它就慢慢退化 然后 转变成 习惯用大脑想事情 那我们的东西被限制 我觉得都很理所当然 所以说 所以小朋友就是 可以透过 观念感知 看到了 真的他们有东西 就大概就是可以翻译 有可能 对 好 那 那其实 一旦还没有回到问题 就是 为什么要去遗忘它 或是 不要让人家记住的 可能想要 新的体验 嗯 那就是 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 像手机啊 对对对 就是 重新整理 成功 那才有办法完成 对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他担心 就是你有救的东西进来 或是你还记得 其实 人在进来 身体之前 你都知道 这些 就是你已经看过 已经看完一遍了 对 你有已经看完这个录像 看过一遍了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你就会不去挑战啊 你就会 就 知道要干嘛 那 这对你来说就不是学习 所以你是来这边学习 对 对 但是有些人就是有时候很容易用到秘记这样子 对 那就是所谓的即视感 你刚才讲的秘记这件事就是 蛤 日记跟天赋 天赋 天赋 有 身就有一些 对 那有些人特别可以开启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把以前高我哪些部分的记忆回归 对 对 他就可以看到之后呢 发生哪些事情 那也可以说他使用了阿卡记忆 阿卡记忆 但是 大部分的话是高我那边的 他已经看过这些东西 对 看完了 那所以你会有时候发现说 这个场景我来过 就说 诶我看过这种东西 那就是即视感 他说这个即视感 来自于 你曾经历经看过这个东西 所以才会有感觉 好 这是解释 我觉得很神奇的这一块 那种即视感的场景 你不会对自己什么打怪通怪 对 但是有些人他会借由 因为睡觉的时候 是最容易跟高我相遇的 他说你要为什么睡觉 是你 你会有一份的电子 就是星光体是回到高我那边 那他会给你一些 有些人 有讲的那些故事 很会数学家 有没有 就是印度 对印度那一个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件事 他真的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所有的东西 是世代里面的 他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他就利用睡觉这段时间去去回 这样子 对 应该说 我说失眠有点像是生病的状态 灵魂生病导致你睡不着 对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假设的说法 但不正确 嗯 对 等一下会提到怎么样 对你的星光体有影像 好或坏的这种东西 好 现在就回归到说 这是最后两个最后一页了 那 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觉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讲了 今天你讲介绍这次这么多 我们可以 待会分享一下 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 现在此时刻在这边 或是 来晚的 来晚的 来做想作词 第二次 还有吗 是这种是来做想作词 对 就是如果有一本书 灵魂生前计划就是 好像就是完成 那个这一次的任务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OK 像是有些人是要 诶怎么说呢 有些人就是下来 然后去像你说的 那个任务跟挑战 然后有时候有人就会 算命 不是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诶 你看我算到 算到是我不能讲的部分 诶 那就是有些人的挑战 是不可以抽获的 是 然后有些人的挑战是可以说的 对 对 因为说的 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结果 那就可以说 但如果说的影响你的结果 那就不能说 对对对 OK 我就直接 时间关系来 我就直接按这样 就是 来体验人生 就算说来玩的 的意思 是当我们的认知 还停留在 是看到 眼睛所看到的痛苦这件事情 你可能没办法下手这件事情 所以变成 那个认知 转换成 世来世界上 去体验 另外还有蛮重要是 提升自己的灵性 就是两本书都一直在讲到灵性 精神面的东西 因为他一直说 其实地球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是 很危险的 关键点 阿米跟 阿华都这样讲 地球现在的人太 注重物质了 对 那他们并没有去发展灵性方面的提升 灵性就是所谓的爱 爱这件事情 去帮助别人 所以下面那一段是阿米这边结局出来的 生活目的 是为了更幸福 享受生命 然后去为服务他人而来 我们在这边算是提升灵性 算了 算了 也被开启了 就是一种黑与价实的一种交流 对 对 那你只要有帮助人的吸引 但是会回到谁 他会讨论到 为什么要两个并进 那定义是什么 阿 说错了 也是 那 大家觉得我们现在 对于星光体有危险 或是说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 觉得对于我们提升灵性跟 暗心这件事情 或是智慧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危险的存在 他有特别的提到几个点 不接受痛苦 不接受痛苦 OK 不接受痛苦的存在 那就没有办法提升了 因为痛苦是自己定义的 对 还有吗 他讲的还蛮实际的 大家想从实际面上面 恐惧 恐惧没有很实际的 恐惧也算一种 还有就是 人一定要吃吃喝喝才会活着 这也是一个危险 因为没时间去想自己的事情 只能够 你的时间全部都在生存 想办法生存 实际的 实际的东西 但是说教育 实际对 实际的 人跟人之间实际的交流很高 但我刚才说是竞争 竞争 竞争是一个危险 对 那竞争我可以直接看一下 是不是 好 第一个你刚才讲到的 一直在想吃的东西就是 第一级危险 第一级危险 对 金钱跟物质第一 就是你一直看中这个事情 他们也说很危险 第二个 刚才讲到有提到 媒体跟毒品 他说毒品就直接破坏你的星光体 让你去混乱 你已经没有例子 没有星光体的正式存在 然后他还特别还要把你们一直讲到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刚刚有一个影响到我们的星光体 非常严重的东西 刚刚就 我们刚刚就经历过了 刚刚我们刚刚 是噪音吗 对 是噪音 他说噪音其实比空气污染 还有 更严重 我们的脑化更严重 其实 他说你们都没有自觉 但是他一直在 噪音就像是 他说 举个比例 你看 之前有看电视 然后你可能有一些电磁波经过的时候 萤幕会晃动 对 对 那个东西 你的星光体就被 影响 打散 就是突然打散 或是被破坏 所以 他说 请大家时刻注意在身处 身处的环境里面的噪音 噪音对你的星光体的影响 非常的大 对 只是大部分人都不自主的 星光体被破坏之后 还会再回来 比如说一个毒品 他如果借掉毒品的话 他星光也会有 可以出的照片 我不知道 有点困难 就是 简单讲 我都是跟我客户说 我没办法让你断掉手指再生 是一样的意思 不见了缺损了 你要用另外的形式才能够回来 但是你还活着 肉身还活着的情况之下 只要缺损了 就很难回来 除非他会再生 对 好 噪音摇滚乐算是这样 算 算 所以是音量大小 不是音量大小 是频率 频率 对 那摇滚乐是 就是他用最好的方式 不一定 会不会打破 不一定 对啊 他是 传地设念的 噪音的 这样说我觉得 他听起来会让心情 很剧烈 你会觉得很兴奋 或是他太悲能 对 那种你现在听起来 它是比如说像 Stock波那种 你都属在一个 音乐是蛮不定的 看起来就比较不算 照你的音乐 在播点音乐也是 然后阿米说 他带笔楼上去嘛 那他 他说 他就说你那么紧张 我放一些音乐给你 然后 对 古典那个 呃 有一个古典音乐 我突然忘记了 然后 再来是说 肖邦 肖邦也有 他说有像 约翰 那个匹鲁斯那一个 嗯 约翰来说 对 他说那个 那个音乐也在他们的 飞体上面 他说哇 你怎么连这个都有 他说只要 只要是人 只要是创造出来美好的东西 所以 宇宙中都会去收集 对 对 你只要愿意去创造出美好的东西 的话 这些都会变艺术品 都会变 他们很喜欢艺术 对 很喜欢音乐 有些歌手 为什么能创作出音乐 有些音乐的片段 其实是宇宙中本来就有的旋律 对 对 这是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歌 评论叫432Hz 可以在YouTube上面讲 之前我因为听起来 同一首歌 它有432Hz 或是另外一个频率 你可以去听那些432 都会让你觉得非常平静 那边那个 我自己都发现了 我自己都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专业的操控频率 好酷喔 所以当一场表演 就是我有像那个样子的体验 就是你失去了自己 然后跟观众成为一体的那种表演 大家都会录我内 那都不是我脸 嗯嗯嗯 是我把我自己听的表演 嗯嗯 然后432Hz 因为我自己也很大的鼓励 5月目前 现在世界上最强切的频率 就是432 我从很大学 都一次结束5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频道 我很安心 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 在外面躲返 我出一点的时候 我就觉得 所以 现在还是有人在继照这样的频率 18如果是10期 那个10期 那我们演奏的学生是样子 嗯 他没有 他跟我们现在大体型 现在的乐器用的钢学生 啊 所以 你们说432Hz 那个其实是人 可以去知道 但其实以前的人 是在用这样的 哦 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的人类 随着文明发展 听的声音越来越高 嗯 因为202月位 那2月的演奏风格是0 那我们的调拖的值是443 443跟445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 432你可以直接找到想办 你现在的作曲家就是 就是创造在那里 所以这个名字 名字是3 3 我会有什么 哦 哦 我看不见 所以用现在是一个乐器 用来演奏的处理 但是那个效果不一样 我刚才你没有要转 然后你转到那样子的 会太轻 声音还是流失音量 所以我演奏比乐的时候 是用阳产 嗯 那他的 导演奏看起来像是 呃 没有不过的大力量 那他的延展性非常好 但是从这一段就 然后还用他的 受控性是现在 他也很不想要 很常是这个领域 因为他想去控制他自己的问题 他不精准 但是他很温暖 而且很感激 这让我想到 有一个研究是说 是400左右赫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432 对对对 这是那一个区间 当然因人而异 但那区间的 赫兹那个频率 是可以刺激我们人体肉身 哎 肉身的那个 那个 重生因子 然后去制造东西 他有点像是 就是 呃 间接的疗愈自己 对 那你在被修复的过程之中 就是重生修复自己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 人就会变得比较 对 这是 所以400赫兹那个是有经过研究证 对 嗯 呃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就是 台湾跟大部分 这个世界上 特别的 5点音乐的条率 最强烈是 40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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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稍微补充一下 他说在海澳华上面 所有东西都是有声音的 都是有震动频率的 你会觉得 那个 草或是 呃 看到的任何光 都是有他的声音频率在 但是一般人可能 现在的人可能没有 他说人类退化了啦 所以 你听不到这些 他说以前的人还蛮多 可以听到这些东西 补充一下 所有东西都有他的震动频率在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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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危险是 对 对 对 你说很实機吗 对 达成一变 对 对 打成一变 好 我觉得就是 政客其实 这开海澳华里面 有一一直强调 什么样才叫做 呃 和谐 或是 所谓真正的民主的政治 他有很多 讲的非常的细 你要选派多少人 怎么选出来的 那些人经过的过程是什么 那怎么样投票 他们票是怎么样 非常的详细 所以有兴趣再去看一下 所以他说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被政客给绑架 就是他们只要选票而已 只要自己的利益 以自己利益导向 所以政客是一个 刚才讲的第二危险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 我们自己的民主的程度 智慧提升 才不会被政客所有掌控 这样子 最危险的 没有没有 这个第一个危险这个 1234 宗教 第一个是最危险的 01最危险 那宗教他是说 千万不要建立任何的宗教 对不要有宗教的概念 他说就算基督教 只要是宗教就会有产生的个人利益的问题 你会又实行了 对 那他也说 如果你遇到那个人说自己是大师 或是 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这种念头 对 因为如果真的是大师 你就不会自称为自己是大师 对 因为你是 只是在 你比别人多认识多一点东西 对 对 好 那怎么做呢 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 我就 是想误误看 大家知道 没有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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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简了 有没有 我想 很想知道 大家听完也没有觉得知道怎么做 这也是可以 但是 灵性里面有特别强调 但是 感谢所有一切的存在 感恩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我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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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是灵性的提升 对 那 他说 阿米里面就有一张故事 比如说 那怎么样才叫灵性的提升 那就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 他讲了一个故事 如果一个爸爸 他有两个小孩 有小孩 他溺水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 一直在帮他祈祷 赶快救救他 救救他 神赶快救救他 你觉得 这样是灵性的提升吗 不是 对 他在讲到一个点 是说 如果你持光 祈祷 光导道 光灵性提升 自我提升 可是你没有对任何 另外一个人提出帮助 你直接去救他 那 如果你缺乏这件事情 那所有的那些 都不叫灵性提升 所以 回到就是 爱跟心理的修炼 它虽然很大 对 但是会问到 大家一个问题是说 你觉得爱是什么 听刚刚的例子 就是人积极积 人力积力的精神 对 那爱还有人说 那我对于 其实 可以讲 其实一间书店老板 一直在举办一个 叫爱的艺术的那本书 大家也可以 我们推荐 可以去看一下 对 那其实就是你有 自主独立的 个体 你可以 你不是不在于 属于低层次的爱 低层次的爱就是 所谓的母爱 或是男女之间的爱 就是很单纯的 人性本身的 那种性格的爱 对 所以 我们要提升 在对爱的了解 跟智慧 这件事情上 都要去做提升 这样子 谢谢